为什么旅行车已经上线一年多了,还没有皮肤?旅行车是去年9月21号上线的,至今已经一年多了,却还是没有皮肤,为什么会这样呢?原因有三个 一,上线时间还太短,虽然说旅行车已经上线一年多了,但对于其他载具来说还是太短了 像吉普车,蹦蹦,摩托车,小轿车为什么有皮肤?那是因为他们从吃鸡刚上线就在游戏里了,官方自然会为这些老的载具准备皮肤 旅行车上线还不是太久,可以再等等 二,旅行车在现实冷门,吉普车其实就是现实中的SUV车型,可以加入的皮肤是很多的,有大把的车型可以加入 小轿车就是现实中的轿车,这个车型种类就更多了,可以随便加,摩托车等等也是一样的情况 而旅行车在现实就属于小众的车型,如果你是汽车厂商,既然都愿意合作了,肯定是上线一些热门车型了,不可能上线冷门车型 三,上线皮肤买的人也不多,旅行车在游戏里虽然有特殊功能,能够把物资存在后备箱 但总体的属性没有轿车和吉普车好,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用它 所以即使上线旅行车皮肤,买的人也不会太多,所以官方也就不寝愿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